第2302集 吴史威 在这一刻 他们都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在场的人都没有和吴史战过 但是却深知其威名 不敢轻视 尤其是对未知的不了解 就更加需要让人戒备 万一是什么杀局 多半还真会让人吃一个大亏 他们尽量节省力气 围堵向叶凡那里 盯着那座巨大的光门 所有黄道法则都准备好了 只要迈过来人就绝杀 当的一声 像是有悠悠中波传来 同时一道伪暗的身影 一只脚踏了出来 震动出一股巨大的风暴 呼咙一声 直冲轮回至尊而去 太过刚猛了 太过迅疾了 黄道法则打过去了 但是没有拦住 这道光直冲而来 扫在了轮回至尊的身体上 直接将它击飞了起来 口中喷血 身上的青金战衣碎片更加破烂了 整个人剧烈颤抖 显然是遭了一个爆亏 轮回至尊终于震惊了 这是没有自斩过的力量 巫师他怎么可能做到 这样还活得下来吗 稳住身形 擦了一把嘴角的血迹 细想想也是 何以那个人一只脚迈出 直接就动用一道地则 震飞了轮回至尊 让他大口磕血 这显然是无缺大地 轮回至尊眼睛都红了 比我极尽升华于你一战吗 谁灭谁还不一定呢 被叶凡伤到 那是他太大意 根本就没有将他放在眼中 而今可是被一个大地 一脚踩飞了 这是本质上的不同 谁比谁弱 在他们这个极数人眼中 关乎太大了 都曾经是独尊天上地下 九天十地无对手 是一个时代的主角 所以是自信 认为自身万古无敌 那是他们的信念 人世间不能败 可是而今 似乎有一尊强势的大地 要打破他的自信 只是一只脚就那样踏出 就将他给震飞了 嘴角堂血 为生平最大之耻辱 其他至尊也都出手了 若是一尊无缺的大地再现 那将是一场大麻烦 会逼得他们某些人 极尽升华一战 不然绝对压制不了 可那样做的后果是什么 谁都知道 即便战胜敌手 自己也多半会死掉的 砰的一声 各种光飞舞 石黄硬挨了虚空一击 也将大吉与无穷的光滑打了过去 要粉碎那道身影 这与虚空还有横宇 是本质上不同的一种力量 这两人勉强复苏地道法则 状态还不如他们呢 而无始开样子是无损的 真要过来 绝对是一场灾难 启天至尊 神虚之主 光暗至尊也都再次出手 尤其是轮回至尊 更是神色冰寒 抓碎一脚战衣 燃烧成青金光辉 打了过去 蕴含着他一缕真血 依然只是一脚而已 全部踏碎了 将青金战衣碎片化成了灰烬 不能伤他一毫 而其他人的攻击 竟然被光门吞噬了进去 所有地道法则都消失了 可怕无边 轮回至尊大贺 吴时你出来 本座与你 极锦升华一战 到了现在 看到这个结果 他心中一阵冰冷 这绝对是无缺的吴时 没有自斩一刀 不然 没有这般盖世伪力 那一脚踩碎的 不仅是他的一脚战衣 还等于踏在了他的脸上 一脚跺下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这般堕一趟 石皇爷大贺 吴时 出来一战 手中的大吉高举向天 璀璨夺目 惊悚射人 而后堕一准了光门 吴大至尊 急震黄道法则 冷漠而冰森的守候在门外 他们并不拒 成道者从来无拒 皆有一颗无故的心 然而 等了很长时间 那道身影都没有能迈过来 像是也听不到他的话语 没有一点回应 只是移动了半步 吴时 进退不得 不能出现在这个世上 叶凡心头一沉 他知道 因为他不是先天圣体倒胎 故此 不能让吴时战魂降临 没有办法真正出现 到了这一刻 通过不久前 与黑黄的探讨 再加上眼前所见 他知晓了怎么回事 他将作为一个载体 成装吴时 接受他的法则道果的降临 功亏一篑啊 叶凡心中叹息 充满了不甘 在这个乱世与血结中 真的需要吴时大地出现 这不是吴时真身 只是他封印下的最强大的法身 可惜不能出现 好一个吴时 不管真身也好 投影法身也罢 没有自斩一刀 存到现实 拥有这般盖世的力量 不得不承认让人敬畏 可惜 那就去死吧 轮回至尊 开始疯狂攻击 这个地方成为了一片混乱地 由于虚空的大战 由于地气的交锋 还有硬汉吴时的法则 那是密密麻麻的黄道则在交织 有人喝道 吴时 出来受死 不能闲话 留下这般东西何用 叶凡感觉震态不稳 即将要崩溃了 他心中一叹 望了一眼宇宙深处 那里有他的朋友 有等待他的女子 有小男男 有黑黄 今日似乎要血洒此地 回不去了 实力到了他这般境界 早已通灵 临死前会有一种预感 生命将走到终点 要陷入无尽的黑暗中 这不会有错 这种感觉很真实 在这一刻 他看到了自己的一角未来 或许不算是未来了 因为那是黑暗 什么都没有 不复存在了 我要落幕了 战无悔 就让我 战到血液干涸为止吧 叶凡大吼 将绿铜顶 直接持在手中 准备 随时让其自爆 玉石聚焚 你想战死 不是你说了算 我让你活你就活 我让你死你就死 生杀欲夺 不由你作主 轮回至尊盯着他 而后又说道 包括吴使 他流下精血 只能算是对我等献祭 没有其他作用了 这种姿态 这种张狂 让叶凡恨不得一脚 踏在他的脸上 但是对方的确 有说那种话的实力 天下无敌 谁能奈何 哄的一声 这一刻光门暗淡了 吴使的那只脚收回 脚步声远去 就此不再出现 光暗至尊大笑 而后摇头 有人冷笑 这就是吴使留下的东西 让人觉得好笑 突然一声暴动 宇宙炸裂 光门粉碎 吴使虽离取 但是却爆发出一股强大的气息 铺天盖地 震动弯谷 在光门与叶凡脚下的阵台 毁灭的瞬间 有一件东西飞了出来 落在了他的手中 叶凡大叫 是他 竟然是他 几大至尊都出手了 而叶凡手中也在发光 铿锵作响 首先一只巨大的手掌 探了出去 啪的一声 直接扇在轮回至尊的身上 这一巴掌太结实了 鲜血飞起三千尺 轮回之主整个人 像是一只小鸡崽子一般 一声怒叫 喷血横飞 接着又是一只大脚 踏了出去 无始无终 超脱时间长河 竟然让光暗至尊 必无可避 被踏在胸口 被灯飞了出去